一大塊炸過的煎餅當底 在堆上炸蝦 還有一層花椰菜淋上美乃滋 這道美食色香味俱全 取名為蜂巢蝦 有沒有覺得很噁心 因為他的靈感正是來自 台灣燈會藝術燈區的 恆春蜂巢 非常酥脆 非常好吃 而且口感很清爽 台灣燈會在大鵬灣舉行 不只燈區的小吃吸引人 就連周邊的美食店家一樣 很搶手 伴手禮店 擠滿人 我們把魚鬆結合蛋捲 它做成像這樣一口一口的 魚鬆結合蛋捲一口吃 完全沒有腥味 這是屏東當地的特產 門是在屏東傳統市場裡賣的 幾乎都被秒殺 還沒有到中午就秒殺啦 對 因為它這是我們東港的假裝 紅豆 抹茶 花豆 芝麻等等的口味 任君挑選 遊客逛完燈會後 直奔周邊的美食店家 每個人手上幾乎都能戴上好幾盒 也讓業者荷包大進補 東港碗粿純米製作 放入蝦喉 香腸還有肉片 傳統小吃搖身 一變變成熱門美食 今年屏東燈會人數創新高 3月1號湧入169萬人次 比前一天多了2萬人 開幕至今15天 累積人數已經超過了 1050萬人次創燈會記錄 市府安排的接駁車 今晚已經增加到1000輛 人沒有辦法陰陰搭批遊客 屏東當地叫班 自發性免費接駁 我都報路那麼多 在還沒錢 也有幫助人搭槌車 身為屏東人為屏東 敬一份新叫班的熱心創舉 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直呼這真的是台灣最美風景 也讓今年的燈會 多了更多暖心話題 解章說華潘映文屏東報導